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对好当这七三集团军现在是对台的已经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对台的主力攻攻击部在我们的西南跟东南就是我们的西南边等于是高雄屏东的外海然后跟东南边那就是屏东跟台东的外海这我我我从来不会说我懂军事啊我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是我会注意到一些军事当中的细节那比较战略层面的啊比如说在上上 上上礼拜我特别访问了纪林年上上将啊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上将他是他在过去服役的时候呢他是两栖蛙人部队他专门扮演这种他在台湾内部演习的时候呢他都是扮演匪军他负责扮演匪军所以他要去熟熟熟习呢匪军所谓的匪军的思维跟战术操作 那那个是他的训练他当他看到上个月台湾没有没有人在讨论上个月习近平升了四个上将 嗯这四个上将里面有三个是十六七岁就打越南战争的而这三个上将现在呢现在他们的人士的部署包括东部军区南部军区西西部军区同时异动 那纪连人将将军说他看了那个异动之后以他一个一个一个学学冰学人来讲他他觉得那很恐怖嗯他会觉得所有的人士部署都完成嗯就是要打一场仗之前最后再点点将他说以他们做做将军的老板最后要发动战争前最后一个动作就是点将他认为那个那个进身就是给点将的动作那之后呢你看到东部军区跟南 那南部军区的操作这一个多月就不太一样好那这次的演习因为他是东部战区对他除了就是东部战区你刚凤卿讲的呢是从18号到20号在在海南的海南这个这个地方的所有说举行的军演是两栖登陆的军演大陆的所有的两栖登陆你都不用想他就是对对着台湾啦只有对的台湾才有两栖登陆的问题他的071075都是为台湾准备的但是在前一天 8月17号8月17号凌晨开始上午跟下午在台湾的东南角跟台湾的西南角那是台湾的东南角他必须要呢穿越巴士海峡都要穿过巴士海峡到台湾的东南角在在举行的军演西南角举行军演东南角就是面对的F16的加山基地西南角面对的是F16V的台南基地 基本上面就是两个台湾的军事部署的重任他就是对着呢F16的部署来来的那这个呢同时到了家门口演习你看到的台湾的国防部除了发发出简单的当天的下午的发布啊有有有有有有什么肩肩巴啦有运巴啦等等照例发布一些机型之外没有多讲一句话嗯跟过去军方的反应呢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你说台湾军方在干什么我像台湾军方觉得嗯这这次不一样所以很低调非常非常的低调低调第二个就说这个也演习因为挑817有尤其呢8月15号8月15号卡布尔那整个的整个的塔利班竞争全世界都在关注卡布尔8月16号有一件很奇妙的事这个奇妙的事情我一直在关关注就说美国在干什么嗯因为你在 卡布尔卡布尔都沦陷了从美国的角度啦全世界的都在骂美国可是美国在8月16号的时候美军一架呢rc135侦察机那架的侦察机这架的侦察机呢非常有意思美军的rc135s他是呢他是导弹监视机在8月16号凌晨的时候呢他飞飞飞飞到了哪里飞到了东部战区的非常重要的位置飞到了 宁波外海你知道他到宁波外海什么20海里20海里很近20海里就是台北到桃园都还不到对对对因为20海里大概就30几公里对就是就是就是这么近的距离当然他没有他没有进到进到12海里啦但是你知道那飞机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他是反反复复他就是一直靠近一直靠近一直靠靠近然后飞走一点的再回来再回来那因此呢在在大陆的就说南海战略 一月态势感知他发布了这个讯息那他都说呃凌晨两点左右半夜啊凌凌晨两点这架rc135s从冲绳的加售纳基地起飞往东海侦察凌晨四点钟左右到了宁波外海进行各种折返飞行侦察嗯那他发布讯息的时候他任务还在进行其中最近的距离呢只有距离领海20海里你把那个照片给了OK你看到的当这个是大大陆的新闻 大陆的照片啊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你看他从这个地方起飞了其实你从那个白色的线你会看到他的那个反反复复对他就在这个地方的一直反复复这是东部军军军区的的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的活动的区域8月16号凌晨的这个动作8月17号的凌晨开始呢解放军的就在东南跟西南举行军演 我在我在判断啊这次的军演非同小可的原因是包括美军都觉得东部军区有异常的动作 所以他会在那个时间点选择去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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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征收那个异常的动作他显然是在征收的是飞弹的动态 呃他当然是一个是个飞弹的侦察所所定了但是我相信他是他是感觉到呢在当地的海空军有一些不寻常的动作 嗯那因为8月17号就就军演他8月16号进行反复的撤制而且我我说了因为8月15号喀布尔乱成那个样子可是8月16号他仍然呢靠近而且空前的靠近20海里往返的侦察 他在pass一些讯他要确定就说你你东部军区在在干什么第二个他可能也在给一个讯号给解放军说我觉得你有些异常的动作而我知道 那这种的讯息R4135的讯息台湾一定会接收到因此第二天台湾的反应是空前的安静台湾没有发主动发布任何的讯息这个其实台湾的安静也是也是异常嗯因为过去啊其实呢大陆军方有任何的动态嗯今天你从台湾民进党这边的角度他就会很强大力的报道然后就说然后就还讲说你看又在老台了然后呢你看对我们是有敌意的 如何如何可是这段期间我觉得当然两个因素一个大环境嗯那个大环境当中呢其实台湾民众已经开始惶惶不安觉得美国会抛弃阿富汗那么两岸就算开打了之后美国抛弃台湾的机会其实也很高因为那是同一个美国嗯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种我觉得大环境第二个是可能就是像你说的 其实不管是美国或者是台湾都评估他不寻常嗯他实在太严峻了嗯因为太严峻了所以就不敢嚣张吗嗯是这样吗呃但有些人会觉得说其实17号当天台湾的军方是高度紧张的对是因为东南跟西南不说啊 已经到你家门口但是其实算不说但是但是非常紧张因为当天呃当当的东部站战区的发言人讲话之后国防部仍然没有讲话但是陆委会讲话话台湾是用陆委会讲话来回应这件事情而不是国防部讲话国防部通常照例是会讲话的在我家门口演习啊那过去甚至于第一次当当我们的当我们的战机升空的就是 拦截了解放军的这些的远程的演训的飞机蔡英文还去发发奖金大家还记得吗甚至于呢蔡英文还特别到了澎湖去看168的部队告诉大家呢在第一线要撑着可是你会发现当真的到家门口演习的时候台湾的军方高度戒备我的了解了当天就8月10今天今天8月19号吗8月17号当天台湾的 全区域的战管全部呢都在都在都在戒戒备状态包括呢北部全部都在戒备状态有人洩漏消息给你啊全部都在待命状状态因为那个情况太特别了那当他会说他有没有可能借着你阿富汗灰头土脸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就动手当解放军后来没有动没有动的原因跟而而是一三五的那个怕是讯号有没有关系布林肯跟王毅通话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讯息 希望不要呢在台海呢生日生事我认为接下去中美之间会在一个关键点他也可能说哎因为我需要中国的帮忙继续这样子中美恶搞下去对美国一点好处的都没有他可能会会转向 会转的呢跟中国的开始采取一个比较理性对话的而不是每天要要要去戳你就跟王毅讲的王毅开头就跟布林肯讲说你不可以一天到晚戳我然后这个时候当你有事情又来找我帮忙算什么东西啊朋友是这样子做的吗我们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个界限吧就算是就算不是朋友也不能这样干的对了就说我们我们都看到了 这次的阿富汗我们看到是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的溃败那个那个当然是一个一个非常特殊的国际政治现象可是我认为接下去美国也可能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拜登为了要甩锅所以在反中的走的更尖锐 这个可能性也存在那方便的去激化了美国的内部的情绪去抵消了这些的白佑呢对他的质疑如果他的反中他们走的更强硬的话国际政治在这两天之内有很多的转变昨天包括我很关注的孟晚舟案的做昨天结案那十月可能会宣判但是十月要宣判但是呢今天的凌晨的时间加拿大的总理呢杜鲁道宣布他的国会提前 应该选嗯这些我认为都是未来一两个月很关键的事件大家重新下棋就是这盘期已经翻美国已经输了重新来一盘那新的一盘大家的规则大家下棋的方式以及对对手的预判全部都改好所以你觉得这个演习其实跟中国大陆其实在展现他跟台湾之间这种武力的一种必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嗯关系还是存在在 那地方好那当然这里面我们背后就要讲一下就是美国参议员嗯科尼嗯他他到底是他到底是透露了实情呢还是他根本在胡说八道嗯他说这个目前美军在台湾有三万人嗯三万人不少哎当然你看阿富汗不过都测个两千五百人嗯 在阿富汗呢最高的记录也不会就是十万人那现在美军在韩国的驻军人口都没有那么多嗯两万五对嗯那你觉得他是胡说八道呢他根本就乱讲一通呢还是他不小心透露了军情呢嗯好因为他他是个参议员啦那他我想他的他的重点呢他的重点本来并不是在在谈台湾的这一这一块 那他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发布的一组就是说美国的海外驻军的人数韩国有两两万八德国有三万五日本的超过五万人阿富汗他说你在阿富汗只有两千五嗯他其实是要讲说阿富汗人这么少阿富汗只有两千五 因此没有办法应对他本来在质疑就是拜登的军事安排你根本两千五是没有办法应付撤退这件事情但是他里面的就就提到而且他讲两千五是两个月前的数字然后他在谴责呢谴责拜登政府在阿富汗的军事的投入不足可是在他列的这些呢美军的海外驻点当中竟然提到了台湾对后面那个数字就很均手他说美军呢在台湾的驻军有三万人嗯 这三万数字一出来之后呢大陆的官媒照例反应就如果美军了真的有三万人今天就打因为柯尼的这个这个消息出来如果有三万人我觉得我在街头应该会碰碰到吧对啊这个是有意思的问题那三万人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啊如果你今天是在好比如我你你你如果我不知道奉行有没有有没有去过冲绳你有没有你你如果去过冲绳了就觉得你在冲绳路路上走啊你随便都会碰到美军嗯 合理对你你随便都会碰到美军合理你如果在在在首尔你呃你我非常大有没有去过首尔首尔真的是随时你也很容易碰到美军而且穿军服对你也很容易碰得到在台湾我没碰到吧对啊我没碰到台湾你说我我住的区域啊已经已经是在外国人的住的区域了因为我住在北区那边是外国人包括美国学校欧洲学校通通都在那里你说那边有有三万 三光美国三万不可能那边有有些美国人我们在工作上面的甚至生活下都还会有互动哪有哪有这么多当我相信他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可是因为他在8月17号嗯就是军演的那一天嗯而当天的整个的大陆包括东部军区的发言人的释放的讯号都是美台勾连嗯用美台勾连四个字作为他演讯的理由同时挑8月10下他们还解释因为在提醒美国817公报嗯 提醒你817公报那是1982年今年是2021年他提醒你明年是817公报的40年那你要不要落实那个公报好但是呢终究这个三万人引起大家很多的想象因为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数字就是美国如果要从台湾撤侨是一个大工程为什么因为据说在台湾拿美国护照但可能有很多有双重国国籍有八九万人 这八九万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因为平常碰不到这么多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这柯尼的你碰不到那么多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台湾人对啦就是我我就说有很多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也认识很多双重双重对啊对啊那你看到他长相是长相是台湾人对实际上他拿的是拿的是美国公民护照啊对就柯尼他可能他可能那个数字应该是夸张的因为三万人其实是个很大的数字可是确实有一些的美军在台湾活着 活动但是平常的不会用军服就像演习的时候你会看到或者乐乐山基地里面的这些呢这些呢就是说情报系统里面你会看到美国人在这里面 会但是会不会三万人的驻驻军是不可能的会有其他系统进来 会不会丢着这么多了 会不会是这样的